小時候大家有沒有玩過積木呢 積木座的房子 當然都不會太大囉 不過有一位藝術家 就把積木屋放大了二十倍 裡面的家具跟食物 都是用積木打造而成的 有噴水池 有甜點屋 有服飾店 每一間可愛的小屋 都可以走進去裡面參觀 這位日本藝術家說 打造積木屋最難的 就是把菱角變成圓弧狀 這需要很大的想像力 但是他自己很喜歡這樣的過程 零分可愛的房子 裡面充滿各種美味蛋糕 靠近仔細一看 你會發現這些 全部都適用積木組成 日本藝術家秋長柚子 把迷你小屋放大二十倍 打造一座積木村 這個一間一間的家具 我認為是不太難的事 只要有十種類的家具 做到最難的事 這是這樣的 這是不太難的事 所以我會享受 全部都一樣 就不會有趣 所以我會選擇 全都更加固定的 最難的事 藝術家秋長柚子 五歲就開始玩積木 曾榮獲日本三屆積木王比賽冠軍 他說要讓有靈有角的積木 變成圓弧狀 需要很大的想像力 自己非常享受這段過程 這次打造的積木村 總共有十一間小屋 村落裡的餐廳 看起來就像巧克力屋 戶外用餐區 積木人舉著酒杯慶祝 除了外觀有靈有角 服飾店裡面的衣服 帽子 包包 甚至公園噴水池 都適用積木 一個一個堆疊出來 做的角度 有角度 人們想像這個角度 想像這個角度 想像這個角度 滑滑在製造的 比方的角度 想像這個角度 我覺得這一點 非常有魅力 這是目前全球唯一 可以真的走進去的積木村 帶大家走進小時候的夢幻世界